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库决定上层建筑 一个王朝的兴衰 往往是看齐国库里还有多少银子来决定的 作为中国封建时期最后一个朝代 清朝不同时期 国库里有多少银子呢 顺治时期 由于国家尚未完全统一 加上战事频繁 国库几乎没多少存银 基本都是这只手进来 那只手就挖出去了 最少的时候 国库里仅有白银二十余万两 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年 大清国库存银二百四十八万余两 虽然相比顺治第十期是增加了不少 可还是落不敷出 后来经过平定三番 统一台湾 三征准达尔 清朝的战事终于逐渐平息 经过三十多年的休养生息 到了康熙五十八年一七一九年 国库银子已经达到了约四十四零零万两 不过 此时准达尔布又开始搞事情 康熙派皇十四子印针率领大军前往平定 战火一起 国库里的银子就像流水一样不断流出 三年后 康熙皇帝去世 此时国库存银 已经只剩下约八零零万两了 庸正皇帝继位后 历经图治 并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到了庸正九年一七三一年 大清国库里的银子增加到了五千零三十七万两 比康熙的时期 最高峰还要多出六百百多万两 庸正皇帝去世后 乾隆继承了皇位 清朝迎来了鼎盛时期 到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年 国库存银达到了七千三百九十万两的历史最高值 乾隆皇帝为了彰显自己的文质武功 多次发动战争 清朝反途达到了空前辽阔的程度 但国库中的银子也大量被消耗掉 不过 即便如此 乾隆中后期国库存银也始终维持在六千万两以上 许多人以为乾隆侵犯发动战争 导致国库空虚 其实这个观点并不正确 虽然战争开支很大 但乾隆时期 清朝正处于巅峰阶段 国家的收入也很多 因此 国库中的银子只是相对最高峰时期有所下降 总量还是很庞大的 到了道光14年 1834年 国库存银下降 到了2700万两左右 虽然道光皇帝极为洁减 甚至到了脸色的程度 但国库中的银子还是逐渐减少 1840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战争持续了两年时间 最终 清朝被英国打败 国力大大受损 国库存银也急剧下降 1851年 太平千国起义又让战火波及了半个中国 截至旋风三年 1853年 国库账上的银子持有不到170万两了 不过 这还是账面上的存银 实际真正可以马上拿出来 用的银子有多少呢 据资料记载不库仅存正向带之银22万7千余两 一个国家的国库就只剩这点银子 还不如一个大钱装地老板多 更别说跟当时的首富胡雪岩相比了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 到甲午战争开始前 也就是同志到光绪中前期 清朝迎来了四十多年的中兴时期 不过 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的战败 清朝背上了极为沉重的战争赔款负担 国库一贫如洗 从此再也没能缓过气来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争赛